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澎湖外海风浪非常大 浪滑一波接着一波不停拍打上岸 因为小犬台风逼近 澎湖惊天海上和空中交通全数停驶 陆地上平均风速达到10级 西雨乡最高甚至有13级的风速 连路数都不堪催起倒塌 消防人员到场清理 路边也可以看到机车倒地 时空安全挡板凹陷的情形 不够放野望去澎湖街道十分冷清 民众大多都在加壁台 东北季风加上台风两个共半效应 所以我们整个澎湖这个风都很强 明天其实明天早上的话 我们还是在警戒区内 不过我们的风雨都会减少 气象站主任说明狂风会持续到晚上 不过会随着时间慢慢减落 而澎湖已经连放两天台风假 到底有没有机会再放一天 加上国庆连假连休七天还要再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